一人李诗华跟海俊杰 2月19日 现身香港九龙堂某电台 宣传和唱歌二次元 活动后第二天 李诗华就要飞到加拿大 拍摄自己担任女一号的老外电视剧 我们有一段时间见不到他了 不过选择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时期发歌 真的一点也不好呢 我觉得最可惜就是 因为现在开拉OK都没人去了 对啊因为现在那个状况 而且我们的新歌是在唱歌的那个 那个头版 但是都没人去点歌 所以有点可惜 对很心疼 但是没关系的 可能我们会安排一些在网络上 在跟大家一起唱啊 对啊对啊 我们现在在讨论可能就搞一些 有一些APP可以让我们一起唱啊 或者是我们可以开live 然后跟大家一起唱 李诗华跟海俊杰 除了是新歌的搭档之外 两人在TVB新剧 《法阵先锋4》里也是CP 不过哪怕已经知道 这次的合作那么重要 李诗华爆料 海俊杰居居然投入不了 对啊 你是我拍过那么多的男演员之中 唯一一个我是感受不到你爱我 是没有感觉 但是因为海俊是之前拍很多年的戏 都是做杀手啊 很酷的那些 就没有谈恋爱 太久没有谈恋爱 她只是跟老婆谈恋爱 所以就不懂跟其他女生谈恋爱 其实这个是一件好事 你知道吗 是吗 对对你太太来说是一件好事 那是对她是好事 对你就不是好事 对手来说就有点困难 以一个入行那么多年的艺人来说 海俊杰的演技 应该不至于那么差的呀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但是太长时间 真的没有跟那么漂亮的美女 除了我老婆 就跟这个美女 就去谈恋爱 所以很多时候我也谢谢四华 她在戏里面 经常跟我说 你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你就会挨多一点 然后导演就每天跟你说 你挨她一点 挨她多一点 要你老婆都这样说 对啊 去年我老婆说 情人节要不要跟四华去约约会 吃吃饭 谈恋爱 拍拍拖 那当然我没有 没有 对啊 很搞笑